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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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包加上起司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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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华泽住的地方 这个房间是客厅 这个是他的卧室 住了十几年了 他在去年呢 1月28、9号走的 011年 这是我的父母亲 是他的外公外婆 他小的时候拍的 这是我父亲抱着他拍的 这是他 可能参加工作以后呢 这是十几岁的时候拍的 这个照片拍得更震动一些 我父亲很喜欢他 就说他书读得好嘛 也更喜欢他 一来就跟他探讨一些 文学啊什么 什么马列主义啊 这都说这些 丁娜说这些 我父亲 解放棋什么运动都爱斗的 所以他还看在眼里 我以为他会做律师 后来到东南电学 他还搞这些节目 该搞这些节目 就是采访啊什么的 就要写一写吧 可能有断练他写的东西 我看他上面写他是编辑嘛 要不就编导吧 什么的 他喜欢出去旅游 有时候造一些相片回来 这个肯定是埃及的 对他以前也是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有博客 然后主要都是做旅行方面的内容 像这个是 我们是在这个以色列的 红海边上的一个水下餐厅 然后这个是我们在 在叙利亚 然后像这本杂志上呢 是我们那年从最后一次旅行 从以色列回来以后 我给他拍的照片 当时正好是给了 这个商务旅行杂志刊登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是华泽 而且在这个四海上面的漂浮 然后我就给华泽拍下了 这张珍贵的照片 是的 这个是我跟华泽的 最后一次旅行 他说在博客上面 好像写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 被封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当然因为我是知道 这个有时候博客 经常很多人博客就被封掉了 那我其实认为这个因为 如果你只是当一个爱好 业余时间写着玩玩的话 其实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互联网以来 你就是一直都知道 不知道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 因为因为我们不去触碰那些东西 基本上 但是我们是从谷歌被 就是中国政府管制以后才会了解 因为知道谷歌上很多内容 你是搜不出来的吗 你没有很震撼 不是震撼的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说了 其实对我们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内容来讲 这些它不是我们特别感兴趣 或者说特别渴望去了解的内容 所以没有什么样的一种 特别大的妨碍觉得 我第一次知道互联网封锁 就是四川地震的时候 还能有还能有还能有 当时我们在电视画面里都看到 学校倒得粉碎 然后边上还有其他的楼还在 就很多人质疑这个是豆腐炸工程 当时政府都是说我们会追查到底 当时你看他那些宣传啊什么 你就也相信他会一直会追查到底的 我们应该坚信啊 有党和政府的情绪观感 有解放军 武警部队 全力这个救灾 有全国人民的退支援 我们一定能够斗顾这个眼神的难关 对 但是后面就没有人查 然后就说有一些支援者 他们自己去调查 然后他就被判刑了 那我一看这个人 是我很多年以前的朋友 谈作人 就这件事情让我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吃惊 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想搜索他的情况嘛 我就发现有那么多东西是打不开的 就跟他有关 就这个消息完全被屏蔽掉了 我那个时候也常常会 比如说点某一个文章 发现点不开 网页无法显示 那打不开我以为就是技术问题 我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互联网封锁 但很快网友就知道我是很无知的嘛 就很热心地就跟我说 你会翻墙吗 什么的 我说什么是翻墙 不知道 然后他就教我 然后我就很快就注册了推特 然后那个注册了skype 然后有了翻墙软件 知道原来打不开是因为网络封锁 那那段时间我就 就那是大概是就是2010年的春节 那时候我在家里面休息 然后那个整个的那个春节 我就过得特别的不好 我就就是通过那些就是翻墙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 我说我那个春节过得很糟糕 我说我翻过一座墙又一座墙 然后知道了很多 我原来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要面对这个现实 我相信政府会认真地听取你们的意见 相信政府会拯救好 可请和你拯救好你们的一些诉求 整整一百天以后 再次来到北川中旭这个悲惨的现场 我的悲伤的心情还是没有过去 因为这一次天灾也好 这个人为也好 他的一些原因还没有查清楚 但是总要离天灾也好 一张那个写兴 有法上的心情依旧 有法上搜封 在中国的宋窗亡 与中国的宋窗亚 与中国的宋窗产 是全被启发出的 宋窗亚 与中国的笔亚 商搜尓明 芝 汪穗 不是说这些事情 对 对 他们已经碰二路了 他们打人吗 他打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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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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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看见的 做警察这样做的吗 是不相信 关不关人 是现在你们自己的认识 对不对 你没有令我法的诚实 你把你认识应该告诉我 这样子的 你应该当时关的时候 他会负责责任 不对 你关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 不是关完以后发现责任 你说这个情况 我要先去了解 你不能关了人再了解吧 那你为什么不关我再了解 你现在关我了解 好吗 你这叫什么逻辑 作为公安来说 这个人没罪 你关了他再去了解他情况 那个那个 那个谁 小让我说一句话吧 我觉得这个 别动 干嘛 为谈作人作证 因为谈作人被控诉 垫覆国家政权罪 判了五年刑 在作证过程中呢 遭受了警察的这个暴力 支持我的脑部出血 然后差点损失了这个生命 当然这互联网在中国 是被政府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每一条这个推特 我们发的都受到国保部门的 严重的这种审查和关注 那么他最近可以看到 有些国保甚至通过 你在推特上发出来的信息 到这些发推的人的 所在单位对个人进行 实施这种威胁和控制的情况 已经有所出现 Pu Zheqiang 或许多中国人的网友 是在判断上的判断 在判断上的判断 在判断上的判断 现在他在判断上 8年以判断上的判断 如果被判断 他的名字是 Xu Zhiyong 在中国 他很高兴的判断 他在判断上的判断 他的判断是 变成的双方 在文革之后 就是我们知道 反革命罪已经没有了 所以当时我就一直以为 就是中国已经没有政治犯了 那所以看了这些人 这些人是政治犯啊 跟文革没有差别啊 这个大概应该是我生活的 一个转折点吧 在那之前 我的生活特别简单 就是拍历史纪录片 然后 看的都是历史的书 历史的故事 然后拍的都是 阳春白雪的东西 工作非常忙 然后打交道的也都是 学者 知识分子 然后每年有假期 我就会去国外旅行 就是生活非常简单 非常单纯 俩美的学生 从来 我想想想想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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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想想想能想想想想像 我们试试看把颈椎往脊椎的颈椎有几条小神经 往它这个关节的小神经 我们试试看用热疗把这个神经挡掉 挡掉之后希望支持肌肉坡 如果我不做点什么的话 就是你觉得生活不能继续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喂 梁绿 好久没有看到你在线 你现在在香港还在北京啊 我在香港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 最后一次律师去看宋哲 他那边情况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戴着手铐脚镣 手也 头发特长 然后手也差点被打断了 为什么呀 然后逼他写那个回锅书什么的 是不是写了就会放他呢 谁知道 没说写了就放 但是就逼他写 他不写就打他吗 对 他说态度不好 就你先写一个他的现在的生活现状 比如说有哪些困难啊什么的 你写一个这个二三百字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给我 然后我来想想办法 就是这些事情之后发生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叫寻找中国之路 我觉得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多人参与到这个变革之中去 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写文章 我们可以为一些人呼吁什么的 大概两天半之后吧 就已经好像几万的那个点击量了 两天半之后就被删掉了 就没有了 太阶级了 对 不还好 是很新鲜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我就很愤怒 我就说我要起诉他们 我说你们这个 侵犯了我的权利 你既然是一个网络平台 你凭什么随便 是要侵犯了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那当时我就 我就发了一篇文章 就说我要起诉他们 然后有一天凌晨 我家电话就响了 然后就说我们看到你写的文章 在网上 说我们想跟你谈一谈 对 那是我第一次被警察关照 应该是过了几天吧 制片人就找我谈话 就说你怎么惹到警察了 那他就说你这样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他说上级领导 不管你什么原因 就是你惹麻烦了 他说你能不能不起诉 我说我本来倒没有想 一定要起诉的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我说我现在 我倒一定要起诉了 我说那你如果觉得 会给你惹麻烦的话 那我就辞职好了 北京网民华泽女士 在今年二月下旬发表一篇名为 寻找中国之路 网络大讨论的帖子 在凯迪猫眼得到热烈回响 三天后被删除 投诉无门下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不过法院没有受理 我不断地追问那个法官 宪法三十五条 赋予我的言论自由 你不受理 你也要给我一个 不受理的理由 和一个财信书 但是完全没有 我对法律完全丧失了信心 我是带了一本宪法去的 那本宪法是红色的 就整个过程 我不断地在问他 那个人就说 我不能 就这次这个整个 就是像一个行为艺术 一样就结束了 那这样的话 我就开始参与一些 维权的活动 福建省闽清县女孩 严晓菱 已遭奸杀命案 敏清县当局 逼迫严晓菱的母亲 林秀英不要告状 据描述 年轻漂亮的严晓菱 受到福建敏清县 一位黑社会头目 聂志雄 以家人的性命做威胁 逼迫她进行卖淫 有消息说 聂志雄与县公安局副局长 林宗颖 以及县检察院的 图信检察官 关系良好 这一年多来 林秀英曾曾上访投诉 也到过北京求助 但伐人稳心 女儿的命案 始终是个谜团 我现在就是想 讨为公道 我女儿知道 怎么像这样的死 死都不明目 4164N网友案 是福建 发生在福建的 就是三个网友 因为帮助那个访民 然后把她的 她的那个 就是她自己 讲述的 她的那个女儿的死的过程 就拍下来以后 放到网上去 然后帮她 把那些写文章 就是把她的那个 口述的资料 放到网上去 结果三个人被抓了 而且被判刑了 那这个当时是 在互联网上 在国内的会上 就认为这是一个 言论自由的 一个很典型的 一个案例 从6月26号 到7月中旬 因代书上传 严晓玲案的网帖 以及拍摄上传了 严晓玲母亲 林秀英 口述案件的视频 网友 范某 吴华 尤伟等人 先后被警方 以涉嫌诽谤罪 刑事拘留 现在就不让我们进去 然后我们 我们继续 让他们就把我们 跟我们不理 他们也知道了 到了这个警局的门口 但是他们就 紧着汉子满着门口吧 把这门 我们对门也不让进 我们说你总要 解决问题吧 如果说你认为 他违法了 那你就走刑事 走刑事这个 你拘留 或者怎么样 对吧 你总处是什么 他为了哪条法理 但是他们不跟我们 对话 现在我们在外面 让我进去 我自首 我们是一块的 自首可以吗 自首可以吗 他不自首都抓了 那我自首 我自首可以吗 让一次 我自己 撞过来 他们为什么反了 为什么反了 你们就非法拘禁 对这个事件很大 在中国算是 维权运动的 一个里程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是网上不同的 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 有数百人 到了那个地方 门口 但是我们去 要求旁听不能去 我拍了一个 一个片子 大概三十多分钟的 就是讲整个 我们去的过程 法庭 我们在门口声援 然后就是喊口号 说那个 他们是无罪的 然后唱过几歌 游经幼 无罪 游经幼 无罪 我们爱你们 我们爱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 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 我感觉 克苏格这能 当时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 我感觉这能 跟我这种心得很相像 他就觉得 就觉得一种 对于社会任何事情 都觉得一种 强烈的一种 参与的一种 一种愿化 他都想 就要这些事情 是有问题的 社会很多事情 都是有问题 但是 他不认为这个问题 跟他无方 他只要知道 他都想 可能不是自己能改变 但是他要 想和设法 通过自己的 一些努力 一些行为 来改变 不罪 不罪 这个恐惧是根深蒂固的 就是共产党所施压的 你不能做这个 你不能做那个 你不能说这个话 你不能说那个话 那么在这种 恐怖的这种教育体制 和死犯的教育体制之后 人缺乏一种自由的思考 2010年之后呢 我开始拍摄了 人权纪录品 拍摄了有 吊召门 应激避难场所 然后贺索阁的日子 三网有案的全程记录 那你一看 有何事 你怎么说 如果你有 他一直說 不斷就你要勉強 他也有免費 我 SA 得到你 他就替你修復 他就替你修復 他看不見你修復 他就被橫衣向你修復 我跟師兄姐妹 那我按章的 我跟你們修復了 那我跟你們修復 我认为他说 你不要再来做 我认为 他们就不懂这个 我认为他说 他没想过你 他没想过你 那我以为他心里 但是我认为他要做 那我们也不怕 我们是要回家 是要不及 在那里的任何作战 被劳教被判刑 还有一些维权律师在职业过程中被殴打 还有更多的一些律师 他们就因为参与人权案件 不能够通过年检 然后呢有一些律师被吊销律师执照 我本人也是因为参与人权案件 被吊销律师执照 那所以对律师的这种打压越来越严 自从拍人权纪录片之后呢 我就进入了官方的黑名单 这黑名单的意思呢 就是你已经被国家安全部门所重点关注了 你的出境是受到限制的 甚至你离开北京也是要受到限制的 在敏感时期 什么叫敏感时期 就是六四 或者北京开什么两会啊 开什么这些官方大型会议的时候 然后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些 人权的这些朋友们被法庭审判 我们要到法院门口去声援 那在这个开庭时间这一段期间 他就会对你进行软禁 在中国你要讲非法拘禁 没有办法说 所有的朋友都被软禁 比方 有朋友来见我打个电话 咱们去吃个饭吧 好 五分钟以后警察打电话来了 你是不是要跟谁谁谁吃饭 不许去 那你就明显地 我的电话是被警控的 中国的这种自由 我估计美国观众 他肯定没办法理解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他不是秘密警察 他就是 就是 告诉你我就是警察 我就在看着你的 你的电话我就是听的 其实都没意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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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敬佩兰 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 我们认为相对民主要完善的国家 它也是经过很多人 在不断地努力在争取 用什么方式争取 什么方式可以得到好的结果 这是我关心的 我不觉得美国 已经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了 但是美国的不完美跟中国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因为经常有朋友告诉我说 美国也有人权的问题 我相信比如说种族歧视啊什么的 都有没问题 但是它跟中国不是一个层面 我们还在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就是我们还有政治犯 因为你写了一篇文章 你说了几句话 你就被关进监局里十年八年 然后你得不到基本的这个律师的辩护 我们在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不是一个层面的 这个是我2010年十月 就是跟着滕彪去拍片子 三网有案之后我就在想 因为我跟律师结束的最多 我觉得知道他们经历了很多危险 有很多人都被吊销了执照 有很多人曾经被绑架 被用黑头套帮走 后来我想我应该拍一个纪录片 去做一些案件的时候 或者记录一些人权事件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麻烦吧 有的时候被警察带去啊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肢体冲突 甚至被打啊 被关了都是有可能的 那那华泽他愿意跟我们去拍摄 我想他肯定知道我们面临的这种风险 那在外面说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董事长啊 你是民体家的哪呢 我不是 我拍他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我在拍他 你有律师 你不在随便拍 我不是有贵女 我是拍你 带他了啊 拍一下 您是多让他 打烊还不吃 不是 您还多少 你说你找时候拿什么东西 饭什么东西 你说你挑方言归 什么都没给啊 也没让人带进去 也没给啊一个清单 那后来就是 就是冷博全人才按着开庭的时候你去了 去了 嗯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受害者 这个时候他就他就明白 明白这个 你不能对别人这种 人权被侵犯 漠不关心 总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 不自然 也不是影帝 哈哈 就是说 是 不是 你 对 看来 人權運動來說 它會讓世界再一次聚焦中國的人權狀況 和政治體制的一些問題 劉曉波或洛貝爾和我們講 這件事情對中共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他們就是把一切有可能去幫劉曉波和獎 他們都被限制簽證 所以我們大概是27號要回到北京 那滕彪就跟我說 你回去可能會有麻煩 不是 應該在飛機上也討論過 討論過這個風險 因為劉曉波被抓之後 很多人被軟禁 或者被強制帶離北京等等 當時也是感覺到 華澤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想起來 應該我建議他不要回到家裡去 而是住在我們辦公室 從丹東到北京的飛機是3點多鐘到 丹東到然後從機場到他家 可能就是四十多分鐘 然後我放下行李打來個電話就出來 是 是 不要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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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抓哪兒我們也不知道 天天的 定點的 華澤回家 華澤回家 只能在網上喊口號 然後沒有任何消息來源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他的消息 而且給他打電話也都找不到他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一點擔心 知道這個信息 第一反應就是馬上要在推特上發布 那一般來說就是要通過網絡 來讓大家關注這個人 關注這個人現在被關了多少天 現在還沒放 持續的關注才能使政府感覺到一定的壓力 否則的話 如果人被抓了沒有任何關注 那這個後果就比較可怕 一般人來說他都是一個禮拜 不會超過十天就會給我打電話 那一段時間很久沒聯繫 我就好著急 我怎麼了 我反應就是為他擔心嘛 我讓他不要管這些事嘛 你就管你自己的生活嘛 你又管不了那麼多 他說都像你這樣那個 他說人權根本就解決不了了 這個樣子越來越厲害 一點人權都沒有 他說的反正很有道理的嘛 你沒法說服我對吧 我也沒法說服他 我就擔心他回不來了 是吧 他是靠著靠著靠著靠day 靠著靠著靠件 靠著靠你的穿位 靠著靠著靠dimensional 然后我这个地方就受了伤 就一直到现在还有套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就是一盆水跟凉水 涂在我的脸上 所以我看不清楚边上是什么 然后就很多人影在这里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 所以我知道 这是他们采取的一种 很极端的措施 就是为了恐吓 就是把我这样人挺起来 然后从地上放到了一个凳子上面 那个凳子是一个硬凳子 然后应该是靠墙放的 我就觉得我的头 就撞到那个墙上了 然后最后那次醒来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是躺在一张床上 然后就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 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到这里来了 你如果不合作的话 我们就会把你拉出去活埋 然后再来 我就把人不合作了 我就把人不合作了 他们就是又把费特赵带着我 他们像货物一样 把我都塞成了车里面 后来我就听到就是火车站的声音 来 到那儿之后 就是有全天24小时 有人看守我 有两个女的 两个男的一班 然后一共是八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rights in China. We regret that the lawyerate is not present.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wyerate's wife, Liu Xiaobo,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with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of the rights of the U.S. 因为刘晓波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肯定是限制我出境 那么刘晓波颁奖这个活动 完了他就应该放我出来了 我是12月20号放出来的 放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写那篇 我在整个里面的那个经理的文章 写出来之后 就开始在推特上有人攻击我 就有人传播消息说 我是共产党的特务 这一切经理都是我编造的 但我相信肯定是就是有人故意传这个消息出来 那么有一些朋友就相信了 说你想他那么好的工作 那么好的这个条件 就辞了职然后就参与到这个 而且这么快就参与得那么深 而且这么快就会受到这么严重的对待 说人家都会比较长的时间 就这么短的时间 就肯定是故意来打进内部 然后用这些苦肉剂啊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就 就觉得心里挺受伤的 就比我被抓进去这件事情 还让我感到害怕 所以当时我美国的那个朋友说 那你就出来休息一段时间吧 如果我有选择 我当然想回去 即使我未来 比如说五年以后 我的英文要比现在好很多了 但是我想他都不会达到 我自己想理想的状态 我现在没有护照了 我在美国能有一个就是 很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支柱 其实是没有的 我觉得我的那个所有的精神支柱 都是在中国 而且维持我能够继续做下去 所有的事情的这个因素 都是来自于中国 你觉得这次 这次挺特别太匆忙了 还好 还好 主要就是准备那个三场演讲 一月份 我去年一月底来的 是一月三十号那天 直接就到了纽约吗 对 我直接到了纽约 然后很快国内就那个茉莉花了 对 我出来大概十几天嘛 十几天就知道你们被都被抓了 然后进去的人就都跟我说是 好像这次基本上是会 所有把比较活跃的人都会抓进去一遍 那你回来肯定是会抓进去的 所以 那我就在寻求一些办法是能够待得更长一点 但是我的签证是没有办法了嘛 就要到了 然后正好哥伦比亚大学 他们说好 我可以把你 就邀请你到这里 所以我现在实际上 大多的时间再上学 再学习 学英语 对 主要学英语 你在深圳那边 就是深圳当地有没有国报官员 有啊 也有 是吧 他们经常会来找他 对啊 很静职吗 还是就是说应不应付 培政人员的事 那你可以去互兰之后见你 应该是不太好吗 在正确的时间 可以 嗯 嗯 嗯 不能在错误的时间 起见错误的人 可以在正确的时间 起见正确的人 嗯 就是后来会知道的 因为之前她妻子 就是律师已经不能见她了嘛 她妻子还没有开始见她 这个 这张会不会影响这个 监狱的这个干部对她的待遇 我不是说你 很不迫打准备了对国家的大利哥法官方法 都召唤太大了 中国人是很大的对中国人本国家的重要性 在美国国家的和谷歌 很明昂是否在外国的对其他 因为它也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消息 在那些区别方面的国家 但有時會暫停了在香港人的法國人 … 我們必須支持他們 我們必須取得到所有權力 我們必須取得到其他人的權利 在世界上有秘密 我們是靠人的權利在日本人 因為中國的股價 富有財力 韓國有寫了一部 只要ities Please 斯州陶兵机 即使孙 揪答 会 一个非常恐怖 希望 这一刻 志佑在中国在写中 两个星期之前 初晓执开一个约写的 如果之后我没有再做任何事情 我可能现在回去就 我不觉得有很大的危险了 但实际上因为在不断地在做嘛 我现在又做了一些项目 包括对一些酷刑的调查 然后我现在也在做一些 维权工作的这个保护 包括我现在想做的这个 对于暴力的培训 所以我觉得可能 目前我做的事情 在国外更适合 对于暴力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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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如果这些事情做成了的话 你就跟离家肯定越来越远 对于暴力的培训 对于暴力的关系 或是在流 sweets